二十一,《蘋果日報》 莫有傳奇 2015年7月18日專欄專論A 17 《非常playgroup》蘇菲文憑視放榜 傳媒在例牌賽的狀元人數和修讀學校之外,更大幅報導一些禮志故事 今年有在囚青年考度經濟方五,也有肌肉萎縮的女學生考度二十一分有機會進大學 各自憑努力成就傳奇,他們的正能量和抗熱能力 透過他們自身的故事感動大家,大部分學生的經歷就沒有那麼曲折那麼傳奇 他們當中,有人努力因而考獲戒職,有人努力卻遇上滑鐵路 我認識的認界放榜考生當中,也有人苦讀希望考入港大法律系 卻只差幾分以丟失機會,不要跟他們說求學不適求分數 文憑視就是要一分一分的取下來 放榜日充斥的資訊正正就是各大學各學系修身的最低分數 只欠那一、兩分,隨時入不到心儀學系 而且大學讀那一科,和畢業後第一份工有密切關係 明明已懇用功,但卻欠一,兩分因而與心儀大學心儀學科刷身而過 那種失落深刻而沉重,那種失落是無論看幾多篇來自故事 都廢之不去,他們既不是只有天才在成狀元的感上天花 也不是從低谷重生的火鳳凰 他們只是平凡但勤力的學生 卻在關鍵時刻述了一教 這時候大概需要的是一班好友 幾罐啼酒,發脾氣一回,流淚一番,發洩一下 之後需要的是彈性,重新編排好聯招選科次序 明白人生不止那麼一條路可走 《蘋果日報》面書早幾天有一句很好的 今天看來難關重重,明日回看小事一章 十八歲發生的事,二十八歲,三十八歲回看 已經很不一樣了 蘇菲作者蘇菲,有小型飛機師牌的媽媽 她做直升機家長,讓孩子無常 蘇菲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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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菲